第二章 耶稣降生 也從加利利的拿薩勒城上猶太去 到了大衛的城 名叫伯利恆 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 瑪利亞 一同報名上策 那時 瑪利亞的新人已重了 他們在那裡的時候 瑪利亞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 放在馬槽裡 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 天是布喜順給牧羊的人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 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庚刺 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是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 我在馬槽裡 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 有一大隊天兵 和那天是讚美上帝說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上帝 在地上平安 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眾天是離開他們 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說 我們往百里行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他們急忙去了 就尋見馬里亞和約室 又有哪嬰孩 我在馬槽裡 既然看見 就把天是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凡聽見的 就差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馬里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 反覆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聽見 所看見的一切事 正如天是向他們所說的 就歸榮耀歸於上帝 讚美他 滿了八天 就給孩子行國禮 與他起名叫耶穌 這就是沒有承拖以前 天是所起的名 獻頭生子與主 按摩西律法 滿了潔淨的日子 他們帶著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獻與主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記 凡頭生的男子 必清聖歸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 或用一對斑溝 或用兩隻初甲獻制 西面見嬰孩 願安然去世 在耶路撒冷 有一個人名叫西面 這人又公義又虔誠 素上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 進入聖殿 正如見耶穌的父母 抱著孩子進來 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 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 稱眾上帝說 主呀 如今可以照你的話 釋放伯仁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是照亮外幫人的光 又是你聞以色列的榮耀 孩子的父母 因這論耶穌的話就稀奇 西面給他們祝福 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 這孩子被立 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 許多人興起 又要作偽旁的話兵 叫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女仙之阿娜稱謝上帝 又有女仙之名叫阿娜 是阿徹之派發耐力的女兒 年紀已經老賣 從作同女出嫁的時候 同丈夫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 現在已經八十四歲 並不離開聖殿 禁食祈求 早夜事奉上帝 正當那時 祂盡前來稱謝上帝 將孩子的事 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 得救贖的人講說 約失和馬利亞 照主的律法 辦完了一切的事 就回加利利 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孩子漸漸長大 強健起來 充滿智慧 又有上帝的恩在祂身上 孩童耶穌在聖殿聽道 每年到如月節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 他們按著節旗的規矩上去 守滿了節旗 他們回去 孩童耶穌營救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並不知道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親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著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過了三天 就遇見他在殿裡 坐在教師中間 一面聽 一面問 信從父母 凡聽見他的 都稀奇他的聰明 和他的應對 他父母看見就很稀奇 他母親對他說 他母親對他說 我疑 為什麽向我們這樣行呢 看那 你父親和我相心來找你 耶穌說 為什麽找我呢 豈不知 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 他所說的這話 他們不明白 他就和他們下去 回到拿撒冷 並且順從他們 他母親 把借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裡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 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一起增長